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話說北京的疫情就出現了二次爆發 自從新發地農產品批發市場出現了群聚感染的爆發之後 在過去四天 累計已經出現了79宗確診個案 於是大陸當局展開了大規模的排查 一共在北京市採集了76,000多個樣本 後來發現有59人呈陽性反應 相信絕大部分都是無症狀人士 如果他們感到嚴重不息 早就去了求診 到底北京當局如何看待這次的二次爆發 當然就是馬上要找些待罪羔羊 根據大陸的術語 就是脫窩 即是找人來去背鍋 先說三文魚的針板上發現有病毒 接著說說說 直接把這個源頭指向歐洲的方向 北京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官員楊鵬說 由於新發地批發市場 人流量是非常之大 亦有很多貨品的進出 以及牛羊和海鮮等肉類 又需要低溫冷藏 故此有利於病毒的生存和傳播 透過這個基因測序就發現 今次這隻武肺病毒的基因序列 跟過去不同 故此他們判斷 這次的病毒 就是從歐洲的方向傳入 當然 究竟這些說法有沒有確實的科學根據 還是純粹是出於政治上的考慮 作出了一個非常之魯莽的武斷 如果你說是歐洲傳入 是歐洲哪裏傳入呢 賴完這個三文魚又說賴歐洲 實請你大陸那裏 是否真的防控成功 還是純粹是由這個黨國機器的宣傳下 使得大家包括那些官 自己都以為是防控成功 究竟真實的源頭在哪裏 如果全民都是以這種不科學的方法來處理問題 基本上 就是會非常之危險的 因為 當大家都認為 這個源頭是來自歐洲 是來自三文魚的 這個時候 其實就是忽略了 去找尋一個真正的源頭 這樣來說當然是非常之危險 最慘的就是 你現在不是鎖國的 你大陸那些人流 不斷地進出 其實到最後 都是會影響到全世界的 當時就打算找個三文魚作為推位的藉口 說出來都沒有人相信 是不是 只不過 大陸那些小粉紅 和普通的民眾 就信到十足 這樣才吹脹 真是 三文魚 怎樣去感染武肺 你問一下袁國勇教授 究竟餘類有沒有一個確實的科學證據 是可以感染得到武肺 如果有的話 你說完就行了 餘類 究竟有沒有肺部 三文魚 就要感染武肺 然後作為一個宿主又感染了人類 你說蝙蝠都可以說得過去 因為蝙蝠始終都是這個暴雨類的動物 但是魚類就變溫動物 如果你說三文魚是宿主的 那就很奇怪了 就是說本身有個人感染了武肺 然後 肺部裡面的病毒就感染了那條魚 然後那條魚就成為了宿主 然後再被人劏完之後就感染了人類 說出來人家說你低B 是不是 好了 說一下說一下又說這個三文魚是挪威三文魚 好了再說一下就說索性 這個病毒是由歐洲傳入的 其實這些荒謬的說法 就只能夠在那些 完全沒有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的地方 找得到 稍為有一點點空間給你去表達意見 都會有一個第三方走出來提出質疑 對不對 這麼愚蠢的東西都說得出口 好了 你說現在北京出現了疑似爆發 實情不是北京 都會有另一個中國的地方爆發 而且這個是遲早的事 之前整個黨國機器就一直在宣傳 說所謂的大國戰役成功了 使得那些民眾信以為真 個個都以為真是打贏了 這些全部都是官方宣傳機器 所製造出來的假象 根本上大陸由頭到尾 那些數據有多少成是真有多少成是假 大家就心知肚明 更何況 根本上就沒有做到一個 全民的大規模篩查 你在這樣的情況下 怎樣可以判斷得到 有多少人是無症狀的患者 他去檢測的時候就陽性 他不檢測的時候 基本上是跟一個普通人沒有分別 這種情況跟歐洲差不多 但是歐洲 他不會隱瞞 沒錯 你看到別人的數字不斷飆升上去 但不是個個都是嚴重的 輕症或者無症狀 那些他就在家裡休養 吃藥吃到沒事就走出來 但是大陸有沒有這樣做呢 大陸一味就是要 把數字壓低 把所謂的 確診的曲線 盡快壓平 好了 現在就反彈了 而且大陸的檢測試劑的準確率 亦會影響到防控工作 因為如果你準確率那麼低的時候 分分鐘就會測到假陽性或者假陰性 假陽性就還好 再去做多一次測試 如果假陰性的話 那分分鐘就放回去走 而且大陸的人哪有那麼多錢 做測試 如果要他自己銀河包去做 他最多就是做一次 甚至乎是不做 6億人口每個月 賺到1000元人民幣 做一次測試最便宜都要幾十元 他怎會特意 有個動機去做 就算他真的去做 查一次假陰性 他又回家了 又到處攻 那就是無效 怎樣防控 另外有一種說法 北京在兩會開完以後 降低了防控部署的等級 這是事實 有一些措施是鬆綁了的 但是這個是否構成再次爆發的主要因素 定益或 根本上有一些個案在兩會之前就已經出現了 只不過一直壓低了 等到兩會之後才曝光才爆出來 根據大陸媒體《第一財經》的報導 就說有兩名 在新發地農產品批發市場工作的確診人士 早在今個月的4日 就已經出現了臨床症狀 但是兩個人都沒有去求醫 直到12月的時候 官方是發動大規模的採樣檢測 有76,000多人 才發現得到 原來他感染了冒肺 其實這兩個個案 某程度上都反映得出 大陸的民工 都不會怎樣浪費錢 去看醫生 除非他病到死了死了 局主要去求醫 如果像這些 稍微有些臨床症狀 輕症的 他可能成藥都不買 想著勾結就好 他就繼續上班 是不是 因為不上班 他那天就沒有工錢 所以大陸的官方宣傳機器 經常都大言不慘 又說抗擊成功 你現在怎樣抗擊成功呢 還說叫外國要抄中國的功課 幸好沒有抄 人家的數據如實報告 還有上星期發表了那份 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國行動 白皮書 說到如何來 為全世界爭取時間 又又怎樣 總之說到中國政府有封工遺跡 現在一個星期都不到 馬上就打臉了 你說多麼肉酸 北京向來就是防控工作 做得最嚴謹的地方 一定是 漏洞最少 現在無論是從外地輸入 也證明得到你始終在防控有漏洞 就算根據大陸的說法 說源頭是來自進口肉類也好 你在處理這一批肉類的時候 都沒有做好防控措施 這件事責無常態 故此大陸的官場馬上找了 一名的區長去祭旗 這就是北京市 峰台區的副區長 遭到免職 但是當你的官方宣傳機器 說到那些防控措施 就是這麼天衣無縫的時候 仍然是留了這麼大的漏洞 難免 就會令到那些小粉紅 或者是普通的民眾 那個信心 或者是信念 開始就會出現一些動搖 當然如果這個二次爆發 是真的爆得很厲害的時候 同樣地也會影響你中國的經濟 外國到現在 雖然每一天 仍然是有萬多宗的個案來增長 但是 有很多國家都已經爆得七七八八 到了尾聲 當人家開始 要逐漸解除旅遊限制措施 逐漸說要恢復經濟活動的時候 如果中國真的出現大規模的二次爆發 那經濟復甦的進度 肯定就會大幅度落後於全球 故此為何現在北京好像炎鎮以待那樣 在網上邊還傳 說隔離了一千人 沒辦法 這也是兩難 如果他不去壓低疫情的話 肯定在經濟方面 就是會很嚴重的 最後就講一個美國的研究 法羅里達州的克里普斯研究中心的研究結果顯示 武肺病毒已經產生了基因突變 使得更加容易入侵人體的細胞 故此會使得人類更加容易受到感染 不過這就不表示病毒是更加具有致命性 但是傳染力提高了大約十倍 其實從歷史上都可以發現 一般傳染力高的病毒 致命性就會比較低 如果致命性高的話 基本上未傳染給大約 人已經是死了 一般來說 致命性和傳染性 就是成反比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